国民党总统候选人侯友宜 11号的时候他发布了国防外交政策 而且他在简报当中就跟用美国学者葛来仪的合照 但没想到此举引发对方不满 他在推特发文就痛批侯友宜的行为 是暗示自己在支持侯友宜 但是他自己并没有 对此侯友宜是立刻转发贴文 说自己非常抱歉 已经撤掉了两人的合照 今天一早侯友宜再度诚挚的向葛来仪致歉 美国学者补瑞哲以及葛来仪 早早就站在门口迎接侯友宜 这是过去侯友宜防媚时到布鲁金斯研究院交流 当时葛来仪还给出好评 没想到现在态度却出现转变 葛来仪在推特贴出侯友宜国防外交政策 发表会上的简报照片 并写到请不要使用我的照片 暗示我支持侯市长 我没有 也让侯友宜赶紧灭火道歉 在这里向葛来仪致歉 葛来仪是我们非常尊敬 在台海集市非常重要 很多的意见 它会引起大家关注 除了透过媒体向葛来仪致歉 侯友宜也转发葛来仪的贴文 表示自己感到非常抱歉 没有事前通知会使用两人的合照 已经张照片从自己的贴文中删除了 虽然悬战过程中发生意外插曲 但侯友宜还是照着自己的步调 继续拼 一波接着一波端出政策牛肉 侯友宜的全国进走 也在11号收度开箱 里头不仅有完美不仅 可以拍照打卡 印照片 还设有侯康战情事 让支持者直接录音 将想说的话留言给侯友宜 2024大选处理要提出 让选民有感政见 侯友宜团队也发挥巧思 积极拉近与支持者的距离 记者吴永安王毅的SNG小组 新被采访报道 民进党立委参选人蔡明轩 以及激进党立委参选人杨佩华 今天到监察院对马文君提出检举 下架卖台立委 下架特权圈地立委 南头县立委参选人蔡明轩 以及激进党不分区立委参选人杨佩华 两人火气很大 合体献身监察院 检举国民党立委马文君 马文君你在100年的时候 你的埔里的中信段 有一笔中信段的一个地号 为什么你在108年的时候 改成埔里镇中校段 成为民意代表 诚信非常非常的重要 实际查询公开资料 登记在马文君丈夫王骏国名下 983.43平方公尺的这块土地 2019年后的申报资料 土地取得时间与原因都没更动 地幕却从中信段变成了中小段 修改原因让人匪夷所思 你是不是想要企图掩盖 你非法豪华庄园的这个事实 还是你是怕所有的媒体 或是民意代表 或是所有的一个正义的一个人士 知道你的豪华庄园的所在地 蔡明轩说马文君日前被爆出的 南投埔里违建庄园 就在这块土地隔壁 质疑马文君就是想借此避免 外切找到未登记的豪华庄园 我们会依法办理 有收到相关的通知 还没有 虽然说依法处理 但是负面争议一桩接一桩 已经影响马文君南投县的立委选情 前阵子就已经有一段时间是有超过 他其实一直双方一直是在一个 误差的一个范围之内 我们民调几乎就是五五波 他明确也是希望继续努力 当然不能松懈 一定要把马文君不思认的立委给拉下来 马文君先前升线前建国 遭预算争议 看似告了一段落 没想到后续还有连环报 马文君在这场选战成为焦点人物 记者有全军姚家定台北仓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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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